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大头菜新吃法 市场卖咸菜的朝鲜族阿姨卖大几十一斤 自己在家做只需几块钱 记得收藏保存 树上摘的大头菜 对半切开 去掉白菜根 再用手撕成嘴巴大小的小块 准备一个大萝卜 先切成粗粗的细丝 再切成大厚片 给它们全部放在一起 多撒上一些腌菜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大头菜腌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钻干 这个盐水你可不要丢 留着有大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把大头菜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 三千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都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红心 鼓励一下吧 辛苦您了 最后用力的钻干水分了 加上韭菜段和原葱丝 再加上半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各种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19块9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大头菜拌匀了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 鲜香脆爽更加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